台中市18号起推出道府施打疫苗 优先针对85岁、失能等级8级以上的长辈 上午市长卢秀燕也特地前往视察 只不过光是台中累积到17号为止 已经有6位民众打完疫苗后死亡 新增的两例分别是大理区72岁阿公 他是居家腹膜透析洗肾患者 也有三高跟冠状动脉心脏病等慢性病史 还有一位大雅区72岁的阿嬷 长期在洗肾诊所洗肾 15号接种疫苗之后 17号洗肾时出现昏迷 送医补治 刘小姐的公公打完疫苗后身体就不舒服 吃了普拿疼还是没有缓解症状 下午就开始发烧 然后到隔天早上 4、5点清晨的时候就开始呕吐 公公就在电话给我喊救命 然后很无力这样 怎么也没想到这通求救电话 是公公最后的挣扎 刘小姐的公公 16号在洗肾中心打完疫苗 17号送医不治 除了这个案例 大雅也有一名72岁老妇人 6月15打完疫苗 6月17洗肾到一半 突然陷入昏迷 送医不治 大理72岁老先生 6月16打完疫苗 6月17在家昏迷 送医死亡 这三人都是洗肾患者 这两位高龄长者 只有进行快筛 结果为阴性 洗肾患者难道风险比较高 而台中累积到17日为止 已经有6位民众打完疫苗后死亡 让未接种疫苗的老人与家属 开始担心 台中市85岁以上长者 接种人数掉了一两成 担心会出现欢大潮 事实率会不会偏高 我们是觉得有一点高 有一点点高 那虽然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有必然的关联性 那我们还要报中央CCG 尽管如此 打疫苗还是利多于弊 台中市府18日更启动 道府施打的服务 优先从85岁以上 失能8级的长者开始施打 共计1367人 道府施打要确保疫苗温度 规划施打路线 医护人员必须在6小时内 打完11人 希望让行动不变的长者 也能接种疫苗 增加保护力 记者中部众文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